当宋爷爷在一旁踢起福宝时 爱宝瞬间震住了 像往常一样 宋爷爷在赶往上班的路上 整个爱宝乐园的樱花盛开了 同样的季节 但主角已经发生了变化 宋爷爷摘下一束樱花送给瑞宝徽宝 第一次看到樱花 姐妹俩并不知道这是什么 眼神充满好奇 不过瑞宝很快就喜欢上爷爷送的礼物 徽宝也像探索新事物一样闻了起来 姐妹俩看到樱花的反应和福宝一样 等待宋爷爷打扫卫生的爱宝 再通到门口睡着了 宋爷爷悄悄将门打开 在乐宝出来上班之前 宋爷爷还得抓紧时间打扫卫生 他的工作效率让乐宝很满意 宋爷爷看到乐宝的第一时间 就是先来一阵彩虹屁 看乐宝的反应就知道效果不错 随后宋爷爷说在乐宝身上 他看到了福宝的影子和姿势 他把福宝已经回到中国的消息告诉乐宝 昨天宋爷爷看到了福宝的视频和图片 他在隔离室里吃着竹子和胡萝卜 福宝能很快地适应新环境 宋爷爷告诉乐宝不用担心 他会继续关注着福宝的动态 并及时与乐宝分享 你猜猜这爷孙仨在干嘛 瑞宝辉宝带着宋爷爷在寻找某样东西 两个小家伙竟然忘记把东西放在哪了 只能抱着爷爷撒娇 最终还是被宋爷爷找到了 东西藏在草丛深处 是姐妹俩刚种下的红薯 谁都不想承认是自己的 一心只想干饭的艾宝可不管这些 下班回家后 艾宝给瑞宝辉宝喂奶 宋爷爷用镜头对着拍 瑞宝回看了一眼 去你的 宋爷爷告诉艾宝 福宝已经回到中国了 他在那边过得很好 听到福宝的名字 艾宝瞬间镇住了 宋爷爷感谢艾宝把福宝照顾的那么好 让他能很好适应新环境 就像艾宝刚到韩国一样 爷爷还表示一有福宝的新消息 就会立马传达给艾宝 艾宝听后点点头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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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